大家好,歡迎收看小明星,今天我們會介紹星星記 就是這個洛神恩基 洛神很久沒見過人用 開頭他出來的時候,我見過一兩次人來打我 可能在世界賽中有人用,不過我不看那些 但是比較新的一隻引七 其實是最新的引七,如果你不計777的話 所以是非常新的,但是沒什麼人用的 為什麼呢?我不知道 但是他剛出來的時候,我好像也有說過他 我跟他和雕蟬比較過一點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治療值,雕蟬的治療比較多 但是比較長的,分別就是洛神是一個高速 很多治療,不過是短時間治療 可以用在多生命的兵種 或者武將身上 而雕蟬就是持久一點的 少量每秒治療 可能比小兵會有用一點 因為可以治療比較久一點 因為如果你武將或者多血的兵 被人打的時候,如果你能治療得這麼慢 是很容易死的 首先,他就是5秒 5秒可以解除所有控制 再治療 他的範圍也挺大 他那個解除控制 這個我猜一定是慢 減慢不會被人慢 供速不會慢 移速不會慢 接著就是不會被人流引 還有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會不會被人兵呢 就是兵塔的兵 我想是不會的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樂神是先過兵塔的 但是兵塔之前也會有人有兵 即是旁統女基也有兵 關羽都是寫免疫控制 都可以解兵 所以我想他這個技能都可以解兵 所以就很有用了 治療6177生命 在5秒鐘每秒都可以計算到1200左右 那覺醒的勁在哪裡呢 覺醒的勁在哪裡呢 就是增加你這個怒氣增長的速度 就變成你可以在短時間內出到你的技能 可以180% 那差不多是兩倍 是多兩倍 那就會變成有很多武將 都可以在5秒內開到他們的技能 那所有武將都可以在10幾秒 除了提示8秒之外 那如果他可以在5秒內 開到他們的10幾秒的技能 那是會很厲害的 其實他也是要用主動技 另外那3隻就是被動技 那如果那3隻被動技能 很厲害的很大撒傷力的 就可以很短時間內 開兩次技能 如果你的時間 都沒有關於什麼時候開技能 因為始終他不是一開技能 就加多少秒給你 不像像象印那樣 它是增加你那個增長的速度 即是就算你差不多滿技 然後你給樂神加的話 那就快一點 立即再快一點開到技 然後開完技能 就更加很快的 這樣儲氣再開一個技 所以呢 什麼時候都沒有所謂 總之可以在5、6、7秒 6、7秒之內可以出兩次技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 是很變態的 所以你用3隻武將的話 另外3隻被動技 就是 啊 現在有3隻777 那你拿3隻777 加他就非常之厲害 先頭武下效的時候 是樂神 接著就是月鷹、雷記和主角亮 都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很厲害的 總之你拿3隻被動技 殺傷力高的武將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3隻777的話 那就更厲害了 10秒內 開兩次技 3隻武將都 接著就 片洗掉所有東西的 嗯 對 這個就是他的用法 那我們現在就 看看究竟用不需要升他技 以及他有幾大的分別 OK 首先我們看看十幾和十五幾的分別 十幾就是4944的總治療值 每個單位的總治療值 然後到十幾就是6177 其實這個升幅有1200 即是代表你升了10級 的時候大概拿到600 然後再升他5技又多多600 其實600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目 我覺得 因為你要計回 其實他每秒的治療值 是多了100 每個單位 所以 都是很重要 我覺得是值得升的 但是會不會是最主要你想升的第一件事 我覺得不會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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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 雕蟬國技 他是有得 補血 但是 你覺醒了雕蟬的時候 你不會為了 多了些治療值 他同樣 是有用的 不過 你不會為了他拿過治療值 他唯一有少許不同 雕蟬的就是 雕蟬的治療值 每秒治療值 本身都是太低 所以 根本不用升 因為他根本救不了武將 如果武將被人打的時候 是有 諾神 因為他的每秒治療值本身是高 你再升他高一點 是有影響 因為他是真的可以救到你一命的 因為你想想 這裏千多 一千 一千 一千治療值 一秒 代表你 秒傷要被人打一千 除非你被武將打的 你哪有東西做到一千秒傷 除了煉弓塔 你其他東西最多就是二三把 你給四個方式打 都可能是一千秒傷 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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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秒傷 所以其實這個一千治療 每一秒治療五秒 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是可以救到 就算你被煉弓塔燒 你都可以多捱 可能一兩秒 尤其是盾象 或是監象 一定可以捱到 一定可以整理六秒 你善象或是弓象 的話 未必可以捱足五秒 如果被煉弓塔燒 那所以呢 反而他這個技是有少少用途的 但是 先說一下覺醒技 覺醒技技就是100% 它的增長速度已經加了100% 是加100% 那就是由五秒變成十秒 就是這樣 然後 5秒的120%就是六秒 那就是五秒加六秒 一樣這樣計算 那就是到角色五技 180% 那五秒其實是等於十四秒 那這樣 你旅機 下後十二秒 十三秒 即是五秒內 旅機和下後 可以馬上開技 五秒內 他們已經開到技 如果你說月鷹 月鷹十五秒 當然五秒內 是開不到技 但是第六秒之後 就可以開到技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旅機 或者下後 剛剛開完技 然後你馬上用樂神開技 五秒不用 旅機和下後 都可以再開技 那你想到的是 五秒內 他們兩個可以開兩次技 多大殺傷力呢 其實月鷹差不多 對不對 你月鷹開完技 五秒後 六秒就能開到技 那就是 是 很大殺傷力 那你可以不用月鷹的 你用短秒一點的 小秒一點的 小 Cull Down一點的秒數的 可以最快再開一次技 那就厲害了 你最快的是 太史一百秒 差不多 真的五秒 五秒內 差不多開到兩次了 放兩隻影子出來 不斷射 週如 週如 覺醒滿技的時候 十秒開到技 那你也是 立刻一一技技的時候 已經可以五秒開技了 對不對 那變成就是 可以大很多 諸葛亮現在你突破完 十一秒 都可以開到技了 那又不斷射了 五秒不用 又啪啪啪啪啪啪 多變態 當然要在他範圍裡面 那他範圍也挺大的 所以 但是比較少人用的 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 攻擊性武將 不是一個防守性武將 他是一個支援 輔助性的武將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人用的 首先沒什麼人從他回來用 因為他不可以防守 他不可以防守 已經很少人會拿 或者根本都沒有人會用他來防守 那些人用防守只有幾隻 那不會用他防守 那一定是用他來打 打因為他不是爆發性傷害高 那些人又沒什麼興趣 或者拿一個支援回來 去輔助 那很少人會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也是 除非你有三隻很厲害的被動機 你如果不是 都不需要拿他去幫助他們 那 但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是先升覺醒技 為什麼這一秒 每一秒有這麼大分別 其實我剛才都說 月鷹 反正都開不了15秒 那我還是等了一秒 始終是有賺 有賺分別在哪裡 因為他除了醫你這五秒 這五秒 不是怕你的武將在五秒後 馬上死 是怕什麼呢 是怕 因為他可以 那個叫什麼 免疫控制 那就是那個冰 如果你現在因為有冰塔 冰塔冰住你的話 你滿氣開到技 都不能開 不同年要塔 年要塔燒到你快要死 但是如果你剛好 吵架器開技 你可以打爆他 冰塔不同 冰塔 他冰住你的武將 你就要靠另一個幫助你的了 如果沒有人幫到你 你就會死定了 你的武將滿氣也是死的 那如果他有這個 你看到五秒內 你是可以免疫到 冰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被冰了開不了技 這個就是唯一的原因 你被人慢 被人用人偶引 都是麻煩的 有些武將的技能 是會 譬如他開兩個魚鷹 可能被人偶引了 引爆了兩格 那你就浪費了 你有方向性的技能 又會被人偶引 你自己被人減速也好 最大的問題 剛剛好 如果好像月鷹這樣 我拿了14秒 我15秒才能開到技 但是完了 剛剛因為冰塔冰了他很久 他立刻結他冰 那你月鷹就浪費了 所以你多多秒的治療 多多秒 不是多多秒 說錯 治療永遠都是5秒 他的技能永遠都是5秒 但是你拿回來的怒氣 每多1秒 你就可以更加容易 確保你的武將 可以開到技 是不是 你要確保女技開到技 就要3技 確保一下後 或者將聯開到技 就要4技 是不是 如果你不夠的話 可能不要緊 我等他5秒之後 我再拿多1-2秒 都是7-8秒 開到技 但是如果那2秒被人冰了 如果剛好別人的女子 別人的旁統兵 你就可以拿到技 對不對 因為他有這個好處 就是可以免疫控制的物 所以 這個是需要的 我覺得 比較需要這個 但是如果你說 因為其實這個 基本上是被你賺了時間 握了時間 回來 開技是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先升這個 然後這個就看看你需要不需要治療 如果我玩的話 我只會先升了覺醒技 治療 可能應該不會升 除非真的覺得 你有需要治療多一點 那就升他了 但是基本上 這個是很簡單的武將 不要說很簡單 應該也很難用 但是 很明確是怎樣用的 也不需要高要求 你不需要保密 你看到我沒有寫保密 因為他不是多血 他又不是用來打 又不是用來 被人打 什麼都不是 你不只是拿普通的 25%生命 其他根本不需要 你不會拿他去 他因為攻擊力不高 你不需要拿攻擊力 加攻力 加攻力 加攻速 不需要普攻回血 什麼都不需要 不需要任何東西 因為他的存在 就是為了給另外三個人露氣 然後 將印 將印 只有一個將印給他 就是回春 30% 由6000治療 到8000治療 每秒就變成1600 這個就真的差很多 這個就變成值得值 但是 因為其他象印 對他來說真的沒什麼用 給他血 給他秒傷 不需要 所以 除非你真的有30% 或者 25 26 27 28 你都不要浪費一個象印台 是不是 或者你剛好用他 才換他下去 沒有理由浪費一個台 只是給他多 尤其是不中這件事 你給他用什麼 是不是 對嗎 當然有30% 才會給他 E 喪E 更加多 基本上 這個是這樣 我都很有興趣 會想去重 但是就一定要讓我拿到三隻 有三隻的 被動的 厲害的武將 然後我才會再 再去重 那 落成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